他的医生化疗之后不管用 到最后让你看一下马教授 来之后他的太太非常直率 他是北京人 第一句话说 马教授你不用安慰我们 我们病情都很清楚 能活几天我都知道了 我说我不是安慰你 我是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 如何能够活下来 当我说这句话 这患者他家哥哥来了 马上眼睛就红了 哎呦还有机会活下来 因为他有两个小孩才两岁四五岁 已经绝望了 不知道能够活下来 但我说这句话之后 就打动了他的理性 哦还有机会活下来 赶紧坐下来好好听 一个小孩之后信心有了 他说我回去一个月之内 我的体能 原来他走不住 已经传着该去凶水 已经走不动路了 他今年他又回来复查 非常好了 因为患者隐私 我不能给大家看他的照片 我都非常自豪骄傲 就患者活下来了 一年的时间 他现在每天运动两个小时 比我的运动来都大 还能陪着孩子踢半个小时足球 还能唱歌 人类对疾病形成的认知 以从单纯的躯体疾病 延伸到心灵方面的探讨及治疗 并在西方医学上 增加了生活方式医学的新科目 开始为病患从心理及心灵上展开问诊 这项由休斯顿脚生社区中心举办的 马兴教授全人健康讲座 当天挤爆了演讲会场 座椅一直加排到大门口 最后有些民众只能站着听完全诚 马兴教授表示 饮食睡眠及运动对人体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影响 但心灵方面的压力也是产生疾病的重要因素 尤其炎症患者进行化疗 就需要接受精神上的导症及协助 一直到生活方式医学出现之后 西医当中才真正有了服症这个概念 这为什么说我给MDS的专家合作 对肿瘤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 他进行靶相或化疗的时候 白细胞打到零的时候 如果这个患者六疗程能顺利完成 如果不服症的话 他是扛不下来的 被化疗就打死了 很多患者是被打死的 所以说服症非常重要 生活方式医学实际上是 服症当中的西医当中重要的抓住 他同时提到 过去医学上经常将许多疾病 归咎遗传基因 但现在渐渐证实 大部分是生活方式所造成 20年过去了发现 脉性疾病实际上 只有15%和遗传有关 60%是生活方式导致的 很多人说环境不好 空气污染 北京 现在发现北京人的寿命 比别人都高 那就环境也不是决定性 生活方式 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 那么生活方式相关疾病 到底有哪些 经过在美国四五十年的研究 实际上就这六个方面 六个支柱 第一个就是营养科学 第二个是运动 生理学 第三个方面是压力控制 第四个方面睡眠 第五方面研究 第六个是人际关系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这里边几乎涵盖了我们人 心心灵三个层次的问题 身体方面 我们叫physical 营养 运动 睡眠 这有关你physical 集体的 心理方面呢 压力控制 心灵方面呢 人际关系 所以心神灵健康 我今天给大家贯穿 时钟的这两个小时讲课 有关全人健康 实际上这是我的主题 一个人健康 不是光靠你有多强壮的肌肉 多强大的心脏 你的心理是不是健康 心灵是不是健康 这三样必须是统一的 缺样不可 这项全人健康讲座 从人类激励 生理及心灵三方面探讨 提醒大家 未来健康的追求 必须同时从这三方面着手 才能将健康的维护工作 做得更彻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